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现在呢,一枚比特币的价值在12万美元的上下 很多的国家已经能够买下一辆豪车了 甚至是一套房子的首付 可是你知道吗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400万枚的比特币 因为存储不当,永远的消失了 想象一下,如果你辛苦买到的比特币 每一天因为私钥丢失,交易所爆雷 或者是黑客攻击而没有了 那种损失你能承受得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比特币到底应该怎么存 存在哪里才最安全 比特币呢,它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余额 而是一串由私钥控制的资产 存在哪里,直接决定了它的安全性 使用体验,甚至是你的隐私权 所以存比特币本质上就是三点权衡 第一是安全性 能不能够防丢,防黑,防爆雷 这也是最重要的 第二是方便性,转账,支付 是不是能够随时的进行交易 第三是隐私性 别人能不能看到你持有多少 不同的存储方式 就像不同类型的保险柜 有的是放在自己家里 最安全,但很麻烦 有的是放在银行里边省心 但机构它能够看到你所有的资金流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直接限制你对比特币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就足够对比 这四种常见的比特币的存储方式 对于大部分的新手来说 第一枚的比特币几乎都是从中心化交易所买到的 于是很自然 他们也会把比暂时的放在交易所里边 有点很明显,最方便 买完呢就直接放在那里 随时交易,就像把钱存在支付宝或者是网银里边一样 点一点,然后就能转来转去 但问题也很明显 交易所其实就像银行一样 比真正的所有权不在你的手里 而是交给了平台托管 历史已经一次次的告诉我们 这个托管到底有多危险 比如说FTX 在爆雷之前 它是全球第二大的交易所 用户遍布一百多个国家 规模超过几百万的用户 结果一场资金黑洞被揭开 成千上万的用户一夜之间发现 自己账户上的比特币和美元余额 只剩下一串数字了 再也提不出来拿不出来了 几百亿美元的资产 瞬间就没有了 无数人的财富也清零了 这就是一个悖论 比特币的设计初衷是 去中心化的货币 但今天大部分的人 却把它放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 不仅丢失了私钥 也失去了隐私 在这些平台上 你要实名 要过KFSC 你的买卖持仓转账 统统的在别人的眼里边一览无语 所以把比特币放在交易所里边 就像把你最贵重的宝贝交给了别人 替你来保管 方便是 很方便 但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种方式是热钱包 比如说Trust Wallet Blue Wallet 直接装在你的手机上 它就像你随身带的钱包一样 出门买东西 扫一扫二维码 就能够用比特币来付款 和朋友聚会 转账分账也很方便 操作非常流畅 随时随地的可以完成 但问题是 热钱包它是一直联网的 这就像把你的现金放在口袋里边 日常花钱非常方便 但也最容易被小偷给盯上 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公司 有一个女CEO 她非常热爱这些新的技术 区块链比特币 她手里边有20枚的比特币 为了图方便 她把币放在了手机的热钱包里边 结果那一次误点 恶意链接 私钥被窃取 20枚比特币瞬间被转走 整个的过程不到一分钟 账户就被清零了 你可以想象那一瞬间 它的脸色彻底的僵住了 200万美金 一分钟之内化为物有 这个就是热钱包的最大的风险 黑客攻击 钓鱼链接 都可能让你血本无归 所以热钱包的定位很清晰 它是你的零钱钱包 适合小额 日常操作和支付 但如果你把大部分的积蓄都放进去 这个就好比你逛街的时候 口袋里揣着你全部的存款 风险也太大了 第三类呢 是冷钱包 比如说Layer Triser 它们就像一个离线的保险箱 私钥永远不联网 安全性最高 就算你的电脑中毒 手机被黑 冷钱包里的比特币也不会被转走 听起来很完美 但冷钱包里边也有暗坑 设备呢 它需要单独的购买 助记词 你必须得自己来包裹 一旦丢了 就算你拿着设备也打不开 更不可思议的是 有些人为了贪图便宜 竟然在抖音 咸鱼 这种平台上 买所谓的全新的Layer的冷钱包 结果呢 这其实是骗子预先篡改过的设备 漫物安全公司前不久 披露过一个案例 有人把价值几千万人民币的 加密货币 转进一个刚刚从抖音买来的 硬钱包里边 结果设备一插上 里边的一个 瞬间被盗走 保管箱没有打开 里面的金条 竟然被人给掉包了 所以 冷钱包的定位也非常清晰 它很适合大额 长期存储 但前提是 一定要从官方正规渠道购买 否则你本来最安全的方式 可能就变成你最致命的陷阱 最后一种是 托管服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把黄金存进 瑞士银行的金库 这些机构会提供冷存储 多重签名 还有保险背书 整个流程看起来 安全又非常合规 这类服务的目标用户也很明确 大型的机构 基金或持有很大一笔资产的用户 因为他们宁愿付一笔托管费 也要换来合规还有安心 不过缺点同样也很明显 费用高 年化托管成本通常在 0.2%到0.5% 第二是 你仍然没有私钥 真正的控制权在托管方 隐私缺失 监管机构能够清楚的看到 你的资金的流动和持仓情况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趋势 不少人 尤其是大额的持币者 正在主动的把自己的比特币 转到这种托管财库里边去 原因很现实 市场震荡 他们害怕交易所爆雷 也担心自己保管不好 几百万上千万美金的资产 与其夜不能寐 不如交给合规的金库托管 至少能买个保险 所以托管的定位非常清晰 它适合机构和资金量特别大的人 对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更多的只是一个参考 毕竟安全和自由 永远是一对矛盾体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都要明白 这不是一个最佳方案的问题 而是一个取舍 如果你选择交易所或者是托管 的确最省心 你的资产相放在银行里边 随时能查能动 还能够享受到机构的最优的服务 VIP的服务 但代价是你没有私钥 别人随时可能按一个按钮 冻结 上报 甚至清零你的账户 你得到的是便利 却失去了自主权和隐私 如果你选择热钱包 冷钱包 情况相反 私钥在你的手里边 没人能够替你做主 可代价同样也不小 热钱包可能被黑客盯上 冷钱包的筑记词丢了 也没人能够帮你找回 你得到的是绝对的自由 但所有的责任也全都压在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比特币的存储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 你只能选择是让别人替你守护你的财富 还是自己亲手的守护 最终的问题其实只有一句话 你要清楚 到底是谁在掌控你的比特币 别人还是你自己 总结一下比特币的存储方式和适用的场景 短期交易放在交易所图个方便 小额的支付 热钱包像日常的零钱一样 大额长期使用 冷钱包 米线包选项 大资金还有机构 托管服务 银行的金库 没有万能的答案 只有最适合你的选择 好的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Discount社区 吃瓜群众自治社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加密的真实故事 我们是加密星9 下期再见 谢谢